今天我们来做个挑战 就是把我身边的台吉利新博园的前后左右的玻璃 我们全给它蒙上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通过这台车的摄像头 把这台车从这个车位挪到旁边这个车位上来 而旁边的车位它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们是在封闭的停车场里面找到了这个车位 并且在这个车位上我们摆放了50个新红柿 摆出了两个汉字 游人们开着新博园在倒车的过程中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把这些西红柿压成西红柿酱呢 停好车之后我们试一下 看看我们坐在车里面依靠车的摄像头 能不能直接分辨出这个停车位里面摆出的是两个什么字 大家可以帮忙点赞支持鼓励一下 接下来我们开测 首先我们说一下测试用的车样 吉利的新博园 这是一个刚刚上市的车型 那新款的博园园呢 它是标配了60度上高级的配置 我们这次测试要用的配置呢 叫540度的透明底盘 也叫上迪之眼 那这个呢也是全系标配的 我们来主要试一下 看它这个540度透明底盘 它的摄像头到底好不好用 清晰不清晰 我们现在坐到新博园L的车内了 这时候你要想把它停到旁边停车位呢 有三种方法 那第一种呢 那就是我们使用这个540度的透明底盘 如果说你是新手 你感觉使用540度的透明底盘停车 还是没有把握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自动摩车 开启自动摩车之后呢 这个车呢是自己在开进停车位 你只需要坐在车里面去监管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坐在车里面 你感觉坐在车里面老是害怕 车有没有刮车道啊 还是不放心 那这时候你还可以使用第三种方法 就是站在车位呢 使用遥控摩车 让它停进停车位 自动摩车和遥控摩车 人操纵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要想实现这个功能 它背后呢却不简单 由于这不但需要车辆的很多硬件 还需要摄像头和雷达 它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配合 而540度透明底盘呢 人操纵起来要相对更难一点 因为这时候你看玻璃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车外的一个路况的 但是我们通过540度透明底盘 就像开启上帝之眼一样 这个车周围的这种信息 我们坐在车里面就一览无余了 这不管是您在复杂的停车场 进行停车的时候 或者您出去自驾游的时候 遇到一些复杂的郊外路况的时候 那您打开540度透明底盘 开车就像那样 更安全更安心 您说呢 最终我们成功停进这个停车位啊 在车辆的底盘下面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 可以看到两个中央杆子 吉利 怎么样 吉利新博越L标配的540度透明底盘 是不是很可靠 很安全 接下来我们开起来感受一下 新博越L表现到底怎么样 新博越L它使用的是 吉利和沃尔沃共同开发的CMA架构 这个架构有什么特点呢 我您说两组数据 你就明白了 那第一个 新博越L100千米L时到0的 刹车距离是35.8米 对于一个普通加入车来讲 一般100千米L时到0的刹车距离 能达到40米以内都算是比较优秀了 但是新博越L是接近35米 所以说这个成绩呢 可以称得上是赛道级的水准了 第二 新博越L的迷路特质成绩是78千米L时 这对于一个SV车型来讲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通过这两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CMA架构生产的车型 它具有非常良好的驾驶品质和安全性 目前吉利已经将CMA架构 应用于旗下很多主流的SV 目前应用CMA架构的车型 累积销量已经超过了200万辆 另外新博越L在智能加持辅助方面的表现 也是相当不错的 它的高配车型拥有NOA 高阶支架领航辅助系统 可以按照你导航设置的路线呢 自动进行上下载道 变道超车 让你开车更轻松也更安全 另外呢 它还可以实现人车工价 就是你在使用支架的工程中 你感觉这时候车是可以进行超车的 但是车辆它没有进行超车 这时候你可以手动波动转向波杆 让车辆实现这种变道超车 在15万以内的燃油车里面 拥有这样支架表现的车 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另外新博越L的车内呢 也有非常多的设计细节 我一处一处来带您看一下 首先这个车机系统 它使用的是极力银河OS 2.0的车机系统 13.2寸的中控显示屏 2K的分辨率 搭载的是高通修龙825的车壶机芯片 整个系统的操纵反应速度非常快 打开APP呢 也都是秒打开的 另外呢 就这个车的主驾驶前方 它有一个25.6寸的AR抬头显示 这个配置在这个价位的车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直扬板的设计呢 也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在直扬板的下方呢 那多了一个墨镜 那你像我每天从家里面开车 出停车场的时候 阳光就会进行直射 这时候我去拿墨镜来不及 那你像他这个直扬板下方 多了一个墨镜 这时候你直接打开 就相当于戴上墨镜一样 是不是非常贴心 这个车呢 它的主驾驶头枕音响呢 是哈曼旗下的燕飞丽式的音响 它有三种模式 如果说你开车的时候 又要导航又要听音乐 你可以打开驾响模式 这时候头枕音响播放导航指令 车内音响呢 播放音乐 这样呢 你听导航指令不但更清楚 另外就是在通过路口 导航发指令的时候 它也不会打断我们车内的音乐 假如说你车内坐的有老人 或者小孩 那他们休息的时候睡着了 可以打开思想模式 那这时候你通过头枕音响来听音乐 不会打扰到老人或者小孩休息 那如果说你车内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开车 也不需要导航 那这时候你可以打开 共享模式 车内的音响都可以发生了 说了这么多 新博物要多少钱呢 指导价11万5千7起 即日起至6月30号 交易签还可以抵1万 也就相当于10万出头 就可以用于一台 搭载极力CMA架构的车型了 你感觉怎么样呢 等下来 我们下来